常常常就必須要修這些東西 練功 練武術 現在說的功夫 就是練一些健身的方法 一些動作 氣功的動作 然後慢慢的練內功 練一練進功 站招 打坐 然後開始身體氣血 強壯還有筋骨 這個軸軟度 抑制度 夠了 然後才開始坐牢 坐牢的時候你吸了個屁下 這是我們先行達羅禪法的一些步驟 今天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以後我們開班的時候會慢慢的 如果你們有興趣來登記 來參加這個常修班 我們會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教你們 這個故事像現代 你們現在有些去一些禪修的地方看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現在禪修的道場 有些是很傳統的祖師禪 一進去就繞繞圈 就行禪 然後就開始打坐 也沒什麼武士教委 有什麼樣的 然後坐在那邊 所以我個人觀點已經很武版 已經很武版 已經很武版 已經叫條化了 現在有些是開放的 比如說有些叫夜蘭的一行禪師 在香港也有開一個道場 新的這個叫行禪 那個太簡單了 那個簡直就是給萬有人了 就比電氣功還簡單了 就讓你當下的注意而已 當然當下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好的法門 只是說 它不是傳統的禪修 那個跟禪修的太遠遠了 那是一層的人 是一些 走天生活很優業的 或者說在辦公室工作了 反倒很重的 壓力很重的 然後去放到收 在法國很多 做出瑜伽 做出氣候的 很多 結果有見過他們的那種高朝 當然這個作為一個 學佛的智能是很好 但是就是說 如果有步驟的 能達到禪法的 不要暖 在中國有叫天台宗 就是天台的子官 那個如果有禪那個 是很好的一個法門 比如說它還是有步驟的 一點一點的修 調聲調細 調心 一步一步的修 還要唱歌業障 除五概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法門 但是現在 香港很多法 很多寺廟都是天台宗的道場 可是真正心攤台子官的步驟 包括絕光長老 年紀了 還有包括這個施廟原來的 原來的一個開章的主持 叫 叫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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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 蛤 昇齊法師 他們都是屬於 還有一個叫 寶燈法師還是什麼 在香港有很多道場 他們很多都是 都是那個天台子官的 現在真正在香港開天台子官 這個長修很多 我拿一點不收人品 我還不太熟悉 但是聽朋友說來 熟悉好像很多 從長修的變得多 主觀 長修變得多 所以就是大概給你們介紹一下 就是佛教的一些修行法 方法 修行法 就是大概的這些 那麼現在中國的佛教現狀 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的一個現狀 那麼 這一次來西洋島的青山寺 西洋就是說 少林禪辱一這方面 一方面 一方面 我就打算看這個禪修 就是达蒙禪班 禪修班 還有一個呢 就是佛一養生 我們叫禪一 禪一養生 就是通過一些 簡單的一些 少林內功 還有一些禪修 簡單的禪修 還有一些動作 起到一種健身 還有 所以我們 跟你們講鬆一點 比如說 我們要通過 藥物 食療 要吊喪 才作為一個人 叫吊喪 我們要有一個 包括一個作息時間 因為現在都市人 鄉長也好 大都市的人 都是這樣 身體健康 養健康 養健康 現在一個名字叫養健康 身體不是很好 原因是什麼 多原因 一個呢 就是說 作息時間不好 生活壞習慣 一個是工作壓力 生活壓力大 人的思想進不下來 還有一個 食品 空氣 污染 包括環境 照明污染 統統這些都會造成 身體 養健康 那我們覺得通過這個禪醫 可以叫佛醫的這種養生 來看一些這樣的方法也不錯 所以應該香港人 希望有說 聽一些朋友講 很多人很喜歡 我們試看看 今年打算在一五 一二零一五年打算在青山市 舉辦看看 看看怎麼樣 所以 歡迎大家 有興趣 來參加報名 或者一些朋友介紹 來參加 看看到時候 看到在寺廟裡 找地方 開班 或者到夏天 看看有沒有場地 讓我們再看看 那麼這些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 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 介紹一下 達德禪觀 禪法 跟這個 活力養生的一些 這些 基本的這些知識 包括佛教一些 現狀的具體知識 大家知道一下 然後 我們 休息一下 然後接下來 我們再講一點 譬如說 詳細的 佛衣養生 該注意哪一方面 好不好 這邊幾點 休息一下